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金銜 我是謝忠霖 跟著大戶走財富 一定有 這一刻機會就在眼前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金銜 大家好我是謝忠霖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了大戶爛的盤後結本視頻 好我們直接看盤大盤今天下跌 128點OTC也下跌0.99 大家同朋友你看這個OTC 雖然說今天是屬於比較偏跌式 跌的股票比較多 但是這個OTC的高點217它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今天也就是說什麼 今天它是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的整理其實 如果說你就整個形態來看 就整個格局來看 創新高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這個叫很正常 就進行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那如果說你就指數的部分 指數15804 同學這個15804 你不覺得這個點位目前也是合理的嗎 應該沒錯吧 目前的經濟數據是不好的 經濟狀況不好 那不好的話為什麼會從 12000漲到15000 先漲起來等嘛對不對 它是先漲起來等嘛 因為呢上半年很差 但是大家預期怎麼樣 市場上預期下半年會好 所以股票市場會領先反應 所以它在1月31號 它就先漲起來在那邊等 既然是先漲起來在那邊等的話 除非你後面有更好的經濟數據 讓它往上推 不然呢不然它就是先漲起來等的東西 不太可能啦 不能說你要硬拱政府硬做多 當然大型股台育電什麼硬尻 當然我也不反對啦 不過呢 如果說你就正常的情況來看的話 它就先漲起來等的東西 不跌就不錯了 沒有掉下去就不錯了 你還希望它怎麼漲到1萬6什麼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你在高檔震盪 你花一條線路就是1550 在那邊混來混去吧 下去也跌不深就跑上來 跑上去也跑不遠就跑下來 所以它就在那邊鬼混而已嘛 所以如果說你嚴格來說 就整個盤來看 它就是在一個可控的範圍之內啊 它有失控嘛 它沒有失控啊 還是你壓滿的什麼棋子多單 選擇權多單 拚它1萬6 結果呢就今天鬥陶齋 應該不是吧 它從頭到尾就是這個盤局啊 不會動啊 第三季如果經濟狀況還是沒上來的話 可能就掉下去了 對不對 我一直是跟大家這樣講的嘛 所以指數的部分喔 我認為其實你不用理它啦 你要看的是內支在不在啊 那內支 就我所知啊 也沒什麼落跑 沒什麼存在啦 今天有晃一下啦 也沒有大出好不好 沒有大出啦 有調整持股啦 沒有大出啊 那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個昨天的部分 這個昨天的那個通膨嘛 通膨CPI這部分 其實本來是預估5.1嘛 結果就掉到5去 地獄預期 那美股找盤走耶 那怎麼找盤走耶 那後面又掉下去耶 那麼後面掉下去就是 連準會的白皮書 那個預期怎麼樣 就上個月開會的紀錄預期 經濟要衰退了嘛 那經濟要衰退的話 就經濟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降息啊 我就降息嘛 5月份可能還會再升一碼啦 5月份啦 5%到5.25啦 終點利益啦 但是這一碼升完應該就沒了啦 6月份大家目前預估 和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一樣 6月份不會升啦 7月份呢7月份 可不好還有降息的空間 好不好 反正就是就算你今年不降息 你明年也要降 好不好 後年也要降 因為整個經濟數據 如果說一幕前來看的話 沒有起色的狀況啦 好不好 沒有起色狀況的話 要就今天這就最簡單啊 這最簡單啊 也就是說什麼 市場上現在已經不管什麼 升息的部分了啦 就是5月份頂多再升一次喔 這是利率終點要結束了 再來呢 再來就是優經濟衰退 大家同學我還是提醒大家喔 這種喔 你現在就知道 後面會經濟衰退的東西喔 他後面他可能就不會出現 同學你知道嗎 我預期下半年會經濟衰退 然後我是做事不管嘛 啊我做事不管 我讓他衰退 不可能啦 不太可能啦 我知道下半年可能會經濟衰退 我 所以呢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7月份可能就要降息 7月份就下半年第一個月啊 幹什麼 下半年第一個就7月份嘛 我預期下半年 可能會現代緊縮可能會衰退 所以呢 所以我7月份 就這個地方要做動作嘛 如果說7月份做的動作 比如說開始降息 還沒有效的話 我再降 對我降到 有效維持 不是都這樣子一直搞嘛 結果降到零嘛 甚至 之前那個海嘯的時候 不是降到零利率 還負利率 歐洲那個債券都負利率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說 擔憂經濟衰退 他也許 因為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現在才4月份而已 4月份你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下半年 你說下半年一定經濟衰退嗎 搞不好不會 因為 我的已經知道要衰退 我不會 就是 政府機關是不會放那不管的 好不好 但是 這個蠻吊毀的 昨天美股市 有上 就是本來紅的變黑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日韓都是紅的 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台北股市 跌很多 日韓股市都紅的 欸真奇怪 怎麼那麼奇怪 同學 沒有什麼奇怪啊 台灣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理由啦 叫做什麼 叫做地緣政治啊 這今天的頭版啊 陸對台積貿易壁壘調查 同學其實這個 我認為你要 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喔 我相信在 今天還有什麼 這裡今天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美國軍工 來台灣這個消息嘛 就軍工的商人 來台灣什麼 台美軍購合作 這個部分嘛 對不對 同學其實我相信 就軍工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是題材喔 你可以吵 你可以做 但是你說真的打起來喔 我個人真的不太相信啊 時代在進步了啦 什麼什麼 搶灘啊 登陸啦 對 西部架滿了機關槍 架滿了地雷 然後他們什麼樣 他們一波波的喔 搶灘對不對 然後什麼海軍亂隊 然後這邊掃射 什麼那邊被絞漏機 什麼什麼 氣墊船開進那個淡水河 我真的不相信會這樣打啦 沒有人會這樣搞的啦 他搞你的方式太多了啦 孫子兵法上面就寫啦 上兵伐謀啦 你上兵伐謀 我就是用一些謀略對不對 讓你 讓你可能亂一下 因為台灣起碼你還有兩檔嘛 讓你亂一下 或是說讓你 讓你沒網 沒得上網 你可能都受不了啦 對不對 啊同學你要不要試試看 一天不上網會怎麼樣 啊沒有網路 手機沒有網路 只能打電話你受得了 很多都受不了啦 沒有電 沒有水 他搞其實如果說搞這些 有的沒有的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應該沒錯 或是說包圍你嘛 他的山東劍出現在台灣的東岸 他這次演習的時候嘛 所以其實 就這個什麼什麼打仗什麼的 我壓根不相信他會用那種 二三四年前的那種方式 什麼登陸那種打法 然後你買一堆武器什麼的 你真的買什麼愛國者飛彈 那個飛彈從大巨城上面垂直摘下來 你根本攔不到 啊那個攔不到的啦 我上過媒體節目對不對 基本上我是媒體的本來賓 那有時候講這個政治 軍事專家都講 那個真的那種飛彈下來 台灣的飛彈是攔不到的 那是攔不到的 什麼愛國者是攔不到的啦 因為那個速度太快了啦 速度太快 而且呢而且是高 那個在高空的 你真的愛國者飛彈 偵測到的時候 硬摘下來啦 所以那種很舊時代打法 我覺得你不要去想那種東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所以什麼什麼 所以在講軍工股部分 還是一樣跟大家講啦 今天節能股跌很多對不對 跌很多嘛 就是比較有感的跌幅嘛 軍工股也是一樣啦 很多都炒題材的啦 目標價都差不多到 都一樣的東西啦 那不必要怎麼搞啊 而且很多軍工股 那個軍工比例佔 他的整體營收很低啊 都很低啊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 那種太題材性 怪力太大的 你還是不要追啦 哇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部分啦 其實你看這邊喔 他主要是說什麼 他說 他的看法 他的講法就是 兩岸同胞啊對不對 然後中國給予台灣很多優惠嘛 其實中國 中國本來就是台灣最大的順差貿易國啊 最大的出口國嘛 這沒有錯嘛 然後長期莫許台灣巨額貿易順差嘛 但台灣拿著這些錢買軍火嘛 去買美國軍火嘛 謀求 以武俱同嘛 這種事就是不能再灌著的 所以呢所以 他 我個人認為啦 他如果說真的要對台灣怎麼樣 他先用這個東西啊 讓你刪得很難過啦 讓你很難過啦 讓你日期很難過啦 然後再圍著你就好 圍著你就要跟他談了啦 他不用打你啦 同學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如果說真的要走到 就是要走政治這邊 要跟你講那個統一的問題喔 他不會去打你啦 那個武統真的是最low的東西 好不好 讓你商人賺不到錢 讓你的人民自己過不下去 然後圍著你 對 你就要跟他談了啦 看怎麼談這樣子嘛 對 看美國要不要出面這樣子嘛 所以就軍工的部分 好不好 軍工的部分還是老華 對吧 我剛跟大家說了 那個今天是殺那個粗人嘛 軍工也都 哇那個肉都很多了啦 好不好 你才會比較小的理解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因為像之前很多沒漲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 合成漲停板 不是說合成不好啦 合成做那個防彈什麼 防彈陶瓷啦 士兵前面的防彈陶瓷啦 那防彈陶瓷 那防彈陶� 營收比重很低啦 今天連合成都漲停板 代表什麼 代表市場在封這一塊啦 人多的地方有時候你不要去啦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啦 所以呢 所以就這部分 其實台灣今天為什麼跌 其實主要這個東西啦 主要是跌這個啦 日常都沒跌 我們再跌 而且跌那麼多 跌有感的 其實就是這個啦 所以呢 所以 還是一樣 看個股啦 這個我認為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就是可能短線上稍微 稍微震盪一下啦 就像之前一樣嘛 比如說像去年使用 10月跌到 跌到一二多的時候 我也跟他說 那個 不會打仗啦 不會打仗啦 我跟你講不會打仗啦 他要弄你他就這樣弄你就好了 不會打仗啦 好不好 外國人都覺得你台灣會打仗 我們都覺得不會打仗 因為 要弄你的方式太多了 看他要不要弄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真的用打的話 這沒可能啦 我現在你也很清楚嘛 飛機飛來飛去 是飛彈發射的是不是啊 不會發射啦 你放心好了啦 不會發射啦 就是每天在亂停下而已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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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呢 讓你很疲乏啦 對所以外國人在看說 哎呦那個台灣會打仗 那我們這邊呢 你就會打仗嘛 不會打仗啦 對 因為 真的要弄你 這種方式就會弄 他如果真的要弄 就會弄死你了啦 好不好 所以你這部分的話 其實今天震盪 我認為就是震盪 反映一下這個東西啦 當然這個部分 還是一樣啦 會不會有 比較大的那個 波瀾 這個繼續觀察下去 好不好 繼續觀察下去啦 就這個部分啦 就是經濟的部分啦 就是中國這個什麼 貿易壁的這個部分喔 這個 我認為繼續觀察下去啦 不過呢 不過應該 短天上應該還是有著喬啦 我認為還是有著喬啦 好不好 接下來講一下個股啦 好不好 這我們前幾天跟大家提的 就是華信光嘛 對不對 華信光今天 華信光好像有一點要 過高的樣子 有一點啦 不敢跟你說一定啦 他今天最高 但今天尾盤整個殺下去嘛 殺下去 他也是紅的啦 逆四股嘛 那逆四股的話 天天就是 這幾天怎麼樣 當沖的好像蠻多的喔 就沖來沖去 反正應該說 拉上去就會有人沖嘛 他沖沖沖 今天最高 今天最高558咧 天天都是高點過高 低點不過低 今天最高558 之前高點是567咧 他今天的最高點 離之前的高點只剩8毛錢 這個8毛如果通過去的話 就怎麼樣 就是整個心態都完成啦 應該沒錯 整個心態都完成了嘛 那現在完成的話 我們現在不是賺錢 現在是賺錢階段嘛 現在大玩笑點 欸不再賺錢 是賺錢的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部分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就是 你現在選股喔 你不要選那種太天上太題材 就是乖離太大 然後 然後沒什麼賺錢 然後完全屬於題材的 然後 然後就是一個題材 然後也沒 那個 就完全搭題材這種東西而已 然後反而沒什麼買 我認為你現在選 你不要選那種東西啊 如果說你現在選的話 你可能要選什麼 你要稍微選一下 乖離不要太大啊 真的有百分在買啊 然後真是真的有實質 實質基本面的 你可能稍微往這邊看一下 甚至你要看什麼 你可能稍微看一下說 那個公司 因為準備要什麼樣的出權行業嘛 這個目前的 利率都已經拉到5%到5.25% 它到底有沒有配息啊 不要說 哇 都講一下題材 結果呢 公司也沒賺錢 你那個股息也配不出啊 那幹嘛 那個一旦怎麼樣 一旦這個大震盪喔 那個都點很快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那我今天跟他說的這個 這個都出掉了啦 好不好 活力出了創新高 創新高就把活力出掉嘛 所以今天下跌 下跌 下跌沒有 沒有我的事情 好不好 那接下來看什麼股票啊 同朋友 接下來我們一個活動啦 大戶籌碼 第二季啦 趁著這一天啊 剛好有什麼 有真正因素打下來 有真正因素打下來 有些股票還不錯的 你可以三個留意一下啦 我舉個例子啦 我剛剛是不是說 你不要選管理過大對不對 然後甚至你要有殖利率保護嘛 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有一支 去年賺12塊多 今年 今年光第一季就成長了 所以今年一定超過去年了 那賺12塊多配7塊 那股價在140以下代表什麼 代表它殖利率5派以上嘛 所以呢 所以有殖利率的保護 你說它會 它會什麼什麼大跌特跌 你相信嗎 應該不會吧 它跟NVIDIA有關係喔 跟NVIDIA有關係 像什麼叫雙紅 跟NVIDIA 跟那個 會打的NVIDIA啦 雙紅跟NVIDIA有關係 股價大噴特噴 那這個股票也是跟NVIDIA有關係 好不好 然後殖利率5派以上 這種基本上安全的嘛 甚至還有那種一塊死的 像我今天有請學員 尻一隻 那個 可以一塊死股價20塊 那殖利率是7%以上耶 那種基本上都安全的啦 所以呢 所以就是接下來喔 就是你要選什麼 當然第一個 我的看法是這樣 選有法的 甚至你要有殖利保護啦 不知道怎麼挑 那個有個活動好不好 那個你可以來參與啦 股票那些基本面什麼 寫在裡面 好不好 然後最後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們那個節目下面有那個 比如說那個我的LINE 對不對 或者我那個TG嘛 同朋友這是官方的 這是我有在 這是我們公司有在琢磨的 確實是我在的 其他外面的 比如說LINE的群組 LINE的群組啦 我講的是 我們下面這個是LINE 外面有一些什麼LINE的群組 什麼邀請禮 什麼參加 或者什麼TG 我把你拉進去的 然後呢 然後什麼交流社 什麼什麼東西的 什麼六合交流社什麼的 這我也不知道 有人就冒用我的名字 在那邊幹嘛 跟你講說 啊你的錢匯到我這邊 我幫你炒股票 或是說我幫你抽籤 抽到的話對不對 你就不用在那邊排隊抽籤了 而且呢 而且就是一定弄得到 對 所以呢 所以就是怎麼樣 沒錢的 沒錢的在那邊抽籤 你也抽不到 閃戶抽籤也抽不到 對我是大戶用圈的 是不是這樣 欸同學 只要是你把錢匯過去 給人家 什麼匯個幾十萬 給人家操盤啊 抽籤啊 幹嘛的 那都騙人的啦 我們在幹這種事啊 我是有在幹什麼 我是有在幹 收你一點小錢 然後呢 給你訊息 讓你知道現在 市場上基本上 可能大戶在看什麼東西 哪些股票是優質的 我是有在代學員而已啦 都是嗎 我只有在代學員 我沒有在收你的錢 然後什麼哇 你的錢給我幾十萬幾百萬 最好幾千萬都匯過來 我幫你抄 我幫你抽籤什麼的 我沒在幹這種事啊 好不好 頭顧的 頭顧的生態只有一個啦 就是收學員嘛 幹嘛收學員嘛 所以要嘛就是 索馬教學士兵帶什麼 要嘛就是你扣訊帶什麼 反正就是 划罐頭顧 好不好 你有需要幫助的 來找划罐頭顧 不要去找外面 什麼奇奇怪怪的 什麼賴群 我沒有在經營賴群啊 這都假的好不好 這都假的 說這麼多 我平常講話 也沒有講那麼多啊 我平常呢 那種點寫一寫就好啦 還講什麼什麼 參加抽籤 哇什麼什麼什麼 賺到幾千的 什麼什麼什麼 鬼鬼有的沒有的 真笑耶 我哪有時間搞這種東西啊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這不是我好不好 這不是我 拜託一下 所以這不是老正訊啊 對這假的好不好 假的喔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所以呢所以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從之前就一直講講講講 上不詞稍微講一下 被騙不要說是我騙你啊 那沒我的事情喔 好不好 好啦做個簡單結論 有沒有 你這個盤 這個盤其實就可控範圍之內嘛 指數本來就不太會長 指數不太會長啊 因為他就是先漲起來等了啦 那OT的部分今天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今天震盪一下 基本上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震盡嘛 日韓沒有跌嘛 就震盡嘛 因為怎麼樣 因為大陸這邊可能又不爽 我們就要買武器嘛 因為你台灣有錢 那你賺的錢就不是不是 很多都是跟我做的嘛 很多跟我做生意嘛 你在我這邊做到 做生意賺到錢 然後跑去買武器 對 跑去買武器幹嘛 打菲律賓 來打小日本 打日本 不是嘛 蛤 打我嘛 所以所以 不通 所以他現在幹嘛 所以他現在可能不爽啊 好不好 所以今天主要是 震盪事主要是這個原因 那正是這個原因的話 好不好 我個人問你持續觀察就好了 不過真的什麼 後面差量什麼什麼的 那個機會真的太小了 好不好 這個就是兩邊去談就好了 反正看你要怎麼談 就是你們 你們那個政治部分 你們自己去慢慢談啊 但是真的要打仗 我真的不太相信 好不好 不太相信啊 那既然不會打仗的話 那怎麼樣 那可能就短信稍微震盪一下 有些好的股票掉下來 我認為還是一樣 你要 偏 多 看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記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 我直線 祝福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拜拜 小鈴鐺 你好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